如果说我要开始写程式 那你就要告诉他说 你要做什么事情 那特别注意 开始要撰写程式的话 请你写在sub跟and sub中间 这个空白行 然后一般会习惯先按个TAB TAB键在你们的键盘的左手边第三个 左边第三个按TAB TAB的意思是说我下一接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把那个 比如说我今天我要撰写 这个可以稍微缩小一点点 我要告诉Excel说 请你帮我把那个什么呢 帮我把这三个东西串接完之后 放在前面这个储存格 的叙述方法 我们现在是讲这 那在VBA里面 你要学会第一个物件 那其实你要跟他沟通 要跟他讲说 哪一个储存格 有没有 哪个储存格呢 这个伊兰的这个 第四列的伊兰的这个储存格 后面就帮我放这些 这三个东西串接 那串接的方法 特别注意哦 接下来要开始打程式 记得哦 我把它 应该看得到吧 我把它拉上来一点点好了 放在上面好了 因为为了让各位看得比较清楚 我把它再上来一点点 那其实一般打程式的习惯是一边看着自己要做什么 那一边打程式 那我们要打什么程式呢 你打一个sell cellcells指的是储存格的物件 这个物件呢 告诉他说 你帮我输出到哪一个储存格呢 他会钱挂五之后 他会问说 你的那个Rulindex 哪一列啊 Rulindex哪一列 必试列 哪一栏呢 我要输出到一栏 一的话 你可以用输入 数字五也可以啦 不过呢 另外一种表示方法 就是你可以告诉他说 哎 我要输出到一 一的话指的是一栏的意思 所以其实这个叙述指的是 我现在指向 这一个储存格 它是一式储存格 那等于什么呢 等于后面的话 我要把 先串个零九 所以特别是 这边打一个零九好了 零九 然后呢 end 那其实 有点类似像之前 串接那个公式一样 end 在ecell里面呢 跟VBA一样 不一样的地方是end 在VBA里面要前后加空白 就是要空白的意思啊 那ecell之前 我们打公式的时候 不用空白 这边要空白 end什么呢 end这个储存格 那这个储存格 它这个位置是F栏 其他都跟这个前面这一样 所以我可以把 sales四列的依然这个 拿来复制贴到后面去 然后呢 这边输入 这边把它改F好了 好 这样子 那意思是说 0911帮我输出到 这个储存格 所以它的逻辑是这样哦 后面的东西 串接完之后 帮你丢到前面去 好 那当然呢 后面还有 我们还没打完啊 不过我是建议你 一边打一边执行看看 如果确定OK再往下 如果不OK你就改一下 这样比较好 不然的话你打完 有些人打太多 最后发现错了 不知道哪里错 因为太长了 重新检查了嘛 所以我们先打到这里 然后呢 你就按执行 有必要放这个区块 程式上面哦 上面有一个执行 执行就是这边有一个 有没有 像play 有没有 play就是执行 这个play的按钮 然后你把它 按下它 看看它会帮我 输出东西到那个 指定的储存格呢 输出 OK 那各位可以发现 这个时候应该呢 会下面一个911出现 那为什么911呢 不是有0吗 因为呢 0911嘛 里面都是数字 没有任何的文字 所以呢 它自动帮你转成数字 0就去掉了 那后面刚才还有一个 减的符号 所以你后面的话 再串接空一格 and 再加上一个什么呢 空格 再加上一个减的符号 讲这个0911 减的符号 然后你就把它执行一下 有没有 0 这个说呢 因为有多了一个减的符号 所以你执行之后的话 它的那个 那个什么呢 它的0就跑出来了 为什么 因为减它不是数字 所以呢 不是数字 它就知道说 原来你这里面 不是只有数字 所以我就不帮你把0也去掉了 OK 所以你们在输入那个 电话号码的时候 就应该有经验吧 输入完之后 end 7块0怎么不见了 如果你要不要让它不见很简单 中间加那个减的符号 minus符号 它就不会不见了 或者是说你输入之前 先把格式改成文字啦 也是一个方法 OK 那可是还没结束啊 后面还有对吧 那所以我后面还要串什么 串84 所以你空一格end 然后呢 再把什么呢 这个是驱栏 所以驱栏里面的东西 其实你可以这样看 这样看好了 OK 驱栏的东西 所以可以把那个Sales 第四列的驱栏 其实我习惯把它复制 把它复制之后 Ctrl C Ctrl V 贴到这边 这边把它改成驱好了 改成驱 OK按执行 84 可是问题少0 那0怎么办呢 之前我们在Excel里面 是不是有一个TES TES函数嘛 对哦 那特别注意哦 TES函数哦 那个是Excel里面的函数 它跟VBA的函数 不完全一模一样哦 但是呢 如果你想要知道 VBA里面有哪些函数 可以做到一样的事情 其实可以查 那我预先已经知道 有一个函数叫Format 那所以呢 我们它那个Format的函数 用法跟TES 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哦 只是说你要怎么去使用它哦 特别是哦 在前面我们的那个TES函数哦 它的用法一定是什么TES 然后它的资料 后面再加上三个0 那其实呢 在VBA里面用法差不多 差别只是把TES改成Format而已哦 那我打一次给各位看哦 这边的话哦 可能因为现在都在自己打成事啊 特别说一移动到G的前面 打一个Format Format 这个不要打错哦 前刮弧 到它的后刮弧的地方的话哦 逗点 逗点之后的话呢 再怎么样呢 再把它加什么 加双引号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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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 跟那个TES 其实一模一样 后刮弧就可以了 差别只是说呢 把那个TES改成Format 其他都一样 大概就是这样哦 打完之后的话呢 我就再把它执行一下 这边的话呢 VBA这边 把它执行一下之后 你会发现哦 这个地方呢 它就自动帮我把84呢 那一直行 诶 080出现了 有没有 OK 记得哦 字标打错哦 Format 前刮弧 然后呢 一样把G栏的东西放进去 逗点 0 0 0 就OK了 那 当然后面除了G栏之外的话 还有H栏 所以呢 我们一样的方式哦 把这一串程式呢 的 End End 包含前面的空白 到后面的这一串哦 到G的这一串 其实你就可以怎么样 如果H嘛 其实后面应该 如果你要产生H的东西的话 其实同理可证 怎么样呢 把这一段程式嘛 把它Ctrl C 移到后面之后的话呢 Ctrl V 把那个G改成H 好 这样的话呢 再执行一下 如果你没有打错的话 理论上看到的话 就会看到 这个上面的结果 有没有 0911 084 007 那执行的话呢 是透过下面这一行程式 它会帮我把结果丢到 这个储存格里面了 OK 应该 没问题吧 先试试看 反正程式应该很好理解 只是要 完全一次打正确 是不太容易的事 那我们反正这个是初体验 VBA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以后都是要自己打程式的 OK 意思就是你要跟那个Excel做沟通 你要告诉他说 你帮我做什么事做什么事 那VBA的好处就是 你可以跟他讲很多事情 可以写很多程式 反正你写完之后 一键按下去 全部都帮你搞定了 但是你要学会的是 如何跟他沟通 所以我们现在学的这些 就是告诉他说 储存格里面要怎么去抓取 抓取完之后怎么丢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基本的一个程式 请各位第一段程式 我先试试看 然后呢 讲义里面也有 所以你们如果有一些细节上面 不太了解的话 可以先找到那个 我们的讲义里面的第30页 30页上方 其实就是我刚刚打的这一串 我因为这个程式太长了 所以我把它折航 折航到那个后面 OK 那请各位先试着 把这一段程式把它打完 可是问题来了 我现在目前只有执行一次 可是问题 我现在后面还有很多吗 第四列 第五列 第六列 第七列 到103列 那怎么办呢 这时候的话 你需要一个重复执行 的命令 OK 那我先试一下 先第四列而已 所以现在呢 它只有输出什么 输出第四列的结果 OK 所以你可以看到在 我们以色列里面 现在就一个结果出现了 那靠的就是刚刚这一行而已 那待会的话呢 就是如何把第四列 第五列 一直到最下面一列 全部呢 通通都把它执行完毕 那其实做的是一样的事情 OK 所以请各位 先试着把这个部分呢 先试着把它先做 做出来看看 那记得那个字 不要打错 最常打错的字是那个 Sales加S Sales 那前面的部分做完之后 你可以用Copy的方式吧 其实你会发现前面 差别值是哪一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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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